大家好欢迎收看经典传奇 不知您记不记得 在从前的节目当中 咱们说过几个天降横财的过程 比如2012年2月 一块十几斤重的大陨石 从天而降 落到了青海黄中县小四沟村村民 曹发英远的旁边 那么靠卖陨石的钱 曹家愣是盖起了一栋新的小洋楼 还有1934年7月 波兰科拉科夫市郊 有一个村子 下了一场大暴雨 从天而降的除了雨水 竟然还有好几百枚珍贵的古代钱币 让不少村民发了笔小猜 那这天上怎么还会下钱呢 感情伴随着这暴雨的 还有一股龙卷风 更巧的是 龙卷风正好刮过了一座正在开挖的古墓 结果就把这墓里面埋的古钱币 给卷到了天上 这样的好事 洪雨虽然没碰上过 却一直没少听说 对吧 前些日子呢 又来了一个 那么 这次天上掉的会是什么呢 今儿的故事呢 发生在河北省 丰宁满足自治县 2012年8月5号大清早 封宁县波东村村民杨秀琴呢 正在自家地里面跑地 干着干着呢 哎 他突然就听到头顶上传来一阵奇怪的声响 杨秀琴呢 抬头一瞧 妈呀 只见一个又白又亮的玩意 从天上那是呼啸而下 砰的一声 最后就落在了河边的小树林里 我又听着身后这个声音又来了 又来了 还是这种怪声音 我又一回头 一看 叫呜呜的从高空 这个东西又是这么大 好像是比先头落下来还大点 如果说刚刚那还只是吃惊的话 那这回啊 杨秀琴呢 可真是吓着 老天哪 这天上掉的是什么玩意儿啊 该不是打仗了吧 我琢磨着是飞机 扔的炸弹 半会他没响 我就拿了味儿呢 拿了味儿呢 这怎么办 这 哎呀 我说我自己去吧 我又怕我一去了 我要是去找着他了 他才爆炸 我没往好道想 亲眼目睹了 同样一幕呢 还有在河对岸菜地里面干活的村民 贵国笑 也开头了 也看出了 这一道白光就下来 声音吊咽 声音特大 哎 旧的俩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动静 吓得发愣的时候呢 又有个村民 他骑着摩托车来地里面干活 惊魂未定的杨秀琴呢 连忙就拦住那个村民 把刚刚看到的怪事啊 说了一遍 你快站住 我跟你说点稀奇事儿 我刚才看着从天上掉下东西来了 他说啥呀 我说我不知道是啥 我说就看着这么大俩白的 一前一后掉下来的 要说还是男人胆子大呀 听杨秀琴这么一说呀 这人呢就拉上杨秀琴 跑进了怪玩意儿落地的小树林 一进小树林呢 都没怎么找 哎 他们就看到地上呢 有一堆白花花的东西 再说河对岸的贵国校 这白光还没落地呢 哎 他就撒腿啊 一路就追了过来 最后呢 在不远处的玉米地里 他见到了天上掉下来的东西 我以为是飞碟掉 我赶紧就往过跑 撒着一瞅是什么 是冰 冰 没错 就是冰 杨秀琴在小树林里面看到 跟这贵国校在玉米地里 看到的东西呢 一样 都是一个一尺见方的大冰块 很快呀 天上掉下两个大冰块的消息 就传到了村里 村里的男女老少呢 文讯纷纷赶到这地里呢 来看兴起 哎呀 这就是有人呢 用这手机拍的照片 拍照的时间呢 离冰块落地啊 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 那加上天气热 两个大冰块呢 当时啊 已经化成了一堆碎冰 那几个胆大的村民呢 为了验证这些东西 究竟是不是冰 甚至呢 还捡了一些 搁嘴里面尝了尝 结果呢 有人就说了 嗯 这玩意儿啊 甜丝丝的 挺好吃 也有人说啊 说不对 一股土星子味 不好吃 不过呢 有一点啊 大家都肯定 这东西啊 凉得很 啊 绝对是冰 要说呢 还是村里的女之书 张金凤啊 最有见识 说这玩意儿有毒没毒 你们知道不 就赶着往嘴里面放啊 别光顾着看热闹了 啊 天上掉这么大颗冰块 那肯定不寻常 你们赶紧把家里的冰箱都腾出来 把剩下的冰啊 存起来 啊 我去报告镇政府 让上头派人呢 来查查到底是怎么回事 哎 这村支书发了话 有人呢 就按他的吩咐 把这碎冰啊 小心的捡到一起 放进自家的冰箱呢 存了起来 慢慢的 看热闹的人呢 全散了 这个树林啊 和这玉米地里呢 只剩下冰块落地时 砸出的大坑 还有熔冰化成的水 唯独最早发现冰块的杨秀琴 却一个人啊 他蹲在这土坑边呢 发愣 为什么呢 原来 刚才看热闹的人群里面 有人说呀 三福天天上掉下来 这么大的冰块 那可是了不得的宝贝 听人说 这叫六月天兵 它是玉皇大帝 夏天用来解暑的好东西 凡人吃了 能包治百病 只老鼻子钱了 哎 那现在杨秀琴呢 正后悔呢 自己呢 是第一个发现天兵的 可怎么就这么糊涂 让别人把这宝贝 全都捡走了呢 当然 跟这杨秀琴比起来啊 另一个最早发现冰块的 贵国孝 就淡定多了 你要是之前那是不可能 这不就一块冰吗 有的说这是天水 无根之水 能治百病 瞎说呗 它能治得了病吗 两块从天而降的神秘玩意儿 那有人说那是宝贝 有人说它就是普通的冰 那么 它到底 是什么呢 那一二年八月五号清早 两个大冰块模样的这个神秘玩意儿呢 从天而降 落到了河北丰宁的波东村 当时呢 村里有人说这是玉皇大帝 解蜀用的六月天兵 它是值钱的宝物 而更多的人则相信呢 它们没那么深 它不过是两个个头特别大的冰宝而已 这个冰是一块的一块粘着的 就跟薄的那么的个儿大 大小一样 就在一起堆着呢 包着百病 我说那一踩的都空着迷信的 那个走迷信这堂堂 因为咱们下雨下薄的天上也是无根之水 那说大气层的那个循环误解产生的雨水 这话听起来呢 确实是有点道理啊 天上掉冰 它算不上什么新鲜事 它不就是冰雹吗 有点气象知识的观众都知道 六月下雪的事不太可能发生 可下冰雹呢 却是常见的现象 波东村的这两块冰啊 虽然跟人们平常看到的 一粒一粒小圆球式的这个冰雹 它长得不太一样 可保不齐啊 它就是模样怪一点的这冰雹呢 当然了 这话呢村民说了不算数 得行家说了才算 很快村里呢 就从现气象局请来了专家 那么看过村民家里面保存的冰块 再一查8月5号那天的气象数据和资料 专家很肯定的说 它们不可能是冰雹 就是天气特别稳定 就是说没有形成这个冰雹的一些条件 据目击者是不是 看这个冰雹啊 它就是掉到地之后摔碎了 最大的直径是24公分 就是重量是1公斤以上 这么大的冰块就是说肯定不是说我们的天气自然现象 肯定是其他的原因 专家下结论说这冰块它不是冰雹的消息一传开啊 整个波动 那可就更热闹了 尤其是杨秀琴杨大姐 哪里他还坐得住啊 这玩意儿他既然不是冰雹 那他肯定就是从天宫里面掉下来的六月天兵 宝贝是自己最先发现的 最后却全归了别人 不行 得找人平平这个理儿 他找到孙知书张金凤说 这知书啊 天兵呢 可是我最早发现的 如今呢却都烙在了别人手里 这不欺负老实人吗 啊 您可得主持公道 怎么也得帮我要回来一点来 张金凤呢 虽然不相信这冰块啊 他是宝贝 可也不希望村民呢 为争这点东西闹得不愉快 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呢 他觉得呢 还是得花点力气 赶紧把这冰块的底细呢 查清楚 老北京说法不一 说啥都有 后来我说 咱都不懂科学啊 咱去办天文馆 给那个教授打电话 让他来给咱看 到底是什么 什么个原因 想进去掉冰 接到村里的电话呢 北京天文馆的张宝林教授啊 立马就赶到了波动村 对保存下来的冰块 还有冰块落地现场 都进行了仔细的看场 那个坑呢 就是大概有那个 两个脸盆那么大 两个脸盆那么大 深度呢 也差不多一个脸盆那么深吧 大概有三十厘米左右 坑里还有水 还有泥 应该是五十厘米上 这个应该很大的 根据冰块的体积和重量 张教授呢 初步得出了和 丰宁县气象局一样的结论 这么大的冰块 它不可能是冰雹 可是两个大冰块究竟是什么 他为什么会从天上掉下来 见多识广的张教授 他也不说不出的 所以然来 那回北京之后呢 他一头就扎进了各种天文气象资料 想从中啊 找出一点线索 很快张教授就有了让他异常兴奋的发现 南部城 波东村的这两个大冰块 那就是百年难得一遇的 允冰 说到允冰啊 估计不少观众 他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词 大家呢 经常听说的是允石 还知道呢 它是流行在坠落燃烧的过程中 剩下没烧完掉的地球上的那点石头 那这允冰又是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知道的所谓有石就是有铁制有石 实质有石 其实还有相当一部分就是运冰 如果是来自地球以外的 那么冰块 那么我们就会把它叫做运冰 比如别的小天体砸到彗星上 把彗星砸出一块来 砸出一块大冰来 这个大冰再绕着太阳转转转转 最后掉到我们地球上来了 原来啊 有的流行质地和别的这些流行的不一样 它既不是石头的 也不是铁的 而是一种类似冰的物质 那么这种流行的掉下来的时候 它没烧完的那点碎块 那就叫陨冰 那而它和这陨石最大的不同呢 就是它跟冰一样会融化 陨冰在理论上是存在的 就在太阳系空间呢 是一定有冰存在 因为这个彗星嘛 彗星时间就是脏雪球 在国内外的天文资料当中啊 都有关于陨冰的记载 比如说 2000年1月啊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呢 那西班牙南部地区就发生过 七次天降聚冰事件 那个月的10号呢 在塞维利亚省的托西纳市啊 一块重达6公斤的大冰块 从天上这呼啸而下 砸在一辆正在行驶的小汽车上 把这车主啊 吓了个半死 12号 又有一块重达3公斤的 这巨大冰块呢 击穿了墨尔西亚省 一间酒吧的屋顶 索性的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而在咱们中国呢 类似的记载也不少 而且呢多数啊 都集中在苏南地区 1983年4月11号中午12点 在江苏无锡东门澳市区呢 很多人都亲眼看到一块大冰 突然从天而降 最后呢 砸在人行道上摔得粉碎 还发出跟这汽车爆胎一般的巨响 1984年11月 江苏武进西宜村和这个昆山洪桥村呢 又先后发生了重达 数公斤的冰块 从天而降的七亿世界 那上面提到的这些事件呢 都被科学家认为啊 它是允冰光临地球 可惜啊 因为这些冰块呢 都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 要么落地之后 很快就融化成了一滩污水 要么被人捡走之后呢 就再也找不到了 所以呢 他们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允冰落地 那科学界至今呢 还存在争论 甚至呢 还有科学家认为啊 说这允冰的 它压根就不可能存在 为什么呢 是这种观点的专家认为啊 从天上掉下来的陨石 进入大气层之后 那都会因为跟大气产生 强烈摩擦而导致燃烧 很少能够落到地面上 那何况是一块冰呢 不过呢 另一些专家却认为 事情不能这么比 陨冰穿越大气层 落到地面上 那还是很有可能的 如果一个铁鱼石的表面 出现高温的话 它很快 它内部也是高温了 按我们的理解的话 如果是冰的话 一块都化了嘛 但是冰不会 冰的那个导热系数很低 就导热性很差 那这就是我们平时会有 这个这个巴斯冰棍 爆炒冰淇淋 它为什么能出来呢 是因为它炒完了之后 那心还是凉的 因为它导热性差 根据现有资料的记载啊 迄今为止呢 被科学证实 从外星球降落到地球上的陨冰啊 它只有两块 一块呢是1955年 它落在美国堪萨斯州的卡什顿陨冰 那重约4公斤 另一块呢是1963年 坠落在莫斯科 但斯辛克农庄的 但斯辛克陨冰 重约6公斤 但是呢 有关这两块陨冰的具体资料 你比如说 它们的外形跟普通的冰有何不同 包含着什么样的成分 至今呢 那倒还是美俄两国的科学机密 外人呢 无存得知 那至于咱们中国天文界 对陨冰的研究 基本上呢 还是一片空白 对它了解的少 得到的标本也少 那就是因为它不像陨石似的 比如它掉在那儿 你两年以后找 那有可能 或者夜里掉 早上可以发现 是吧 这它掉的印象就化了 看到这儿啊 您肯定要问了 说照这么说呢 波东村的这两个冰块 就没法判断 他们是不是陨冰了吗 哎 办法呢还是有的 张教授后来呢 把从村里带来的冰块样本 送到了北京理化测试中心 他说呀 说虽然没有陨冰的县城数据和参照 但通过给冰块做同位素测试 同样可以确定这些冰块是属于地球 还是来自外星 同样的一个物质 甚至于是同样的一个物品 它经历了不同的环境之后 它的同位素的比例就会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在考古当中 在木屑里边的一个清花瓷 和我们在家里摆的一个清花瓷 尽管它俩甚至是一个摇出来的 那么它的这个这个同位素的比例也是不一样的 水的话它肯定还是轻二氧一 这个这个这么一个元素配比 但它内部的这个元素的这个同位素的比例就不一定一样了 因为地球环境是一种放射环境 太空环境是另一种放射环境 比如说美国宇航员曾经在月球的岩石里 找到过微量的水样本 同样是氢气和氧气的化合物 可这月球水的同位素构成 跟地球水那就有着很大的区别 地球上的水体里面的氢同位素的组成 它的范围比如说是一到二十的话 而月球上岩石里面水的氢同位素组成 它的范围可能在一百到二百之间 这样的话两者差距非常的大 从我们一气分析的角度很容易把两者区别出来 那么这次同位素测试的结果 能证明波东村的两个冰块是来自外星的运冰吗 波东村天兵被送到北京理化测试中心进行同位素检测 以确定它到底是来自地球的产物 还是天外来客 那么检测的结果会是怎么样的呢 不得不遗憾的告诉你 检测结果显示波东村天兵的同位素构成 跟地球上的水完全相同 跟月球水则相差很远 从我们拿到样本测试的结果来看 我们认为它可能更倾向于地球上水体的组成 这么一来那冰块是允冰的可能性 那就被排除了 它不是允冰 又不是冰雹 还会是什么呢 如果冰块就是咱们地球上的东西 那它怎么又会从天而降呢 为了寻找新的线索啊 北京天文馆的张教授和朱进馆长呢 再次来到波东村冰块坠落现场 开始了第二次调查 结果呢两位最早的目击者都说呀 在看到冰块落地之前 他们都听到了很大的动静 看电视啊 看电影啊 就那那种那个飞机 就是打仗那个飞机 上次调查的时候呢 张教授他们了解到了这个情况 不过呢 当时杨秀琴和贵国校都说呀 说那个动静 虽然你听着像是飞机的声音 可他们都没有看到天上有飞机 当时调冰石时候 没有飞机 没过 正因为这样的两位专家 当时排除了飞机上调东西的可能 他们认为这种动静 那应该是陨石或者陨冰 落地时发出来的声响 能够落地形成陨石的这种 这种陨落事件呢 一般来讲都会有非常大的声音 就是它在掉下来的这个地方附近 往往能听到非常大的声音 这个陨石离人比较近 应该是尖利的像飞机啊 是往下降落 或者是远处一个炮弹 就那种声音就降落下来 应该是这样一个声音 可现在的冰块已经被排除了 是陨冰的可能 那么它落地之前的这个动静呢 就值得再重新研究研究了 要说起来呢 飞机飞过时呢 人们能听到它 却看不到的情况 那也是有的 当时天上没有飞机经过 那这是等于是属于墳墓机的这种报告 到底是哪种 我觉得还得再看 这点其实还是有航线的这个地方 那么是来自飞机的可能性 应该说是更大了现在 更关键的是 这桶飞机上往地面 掉大冰块的事情呢 过去它也是发生过的 在2003年的年底 在北京顺义县马泊江 先生也调了冰来了 把人家祝福那个石棉瓦砸大窟窿 顺义天降大冰块这件事 当年呢 曾经引起过不小的轰动 一度呢 也被认为是陨冰坠落地球 不过呢 事后的调查证明 这纯属一起乌龙事件 张宝林教授呢 当年就参与了顺义落冰事件的调查 还亲眼见过那块冰 结果把这冰箱的东西拿出来以后呢 第一有意味 第二点是蓝色的 那么顺义这块从天而降 带蓝色 还有一味的这个冰 它到底是何方神圣呢 那这个点呢 说出答案来 那还真怕让你恶心 告诉你 它其实啊 是飞机卫生间里边 乘客留下的排泄物 大小便 那不可能吧 这些东西 那怎么可能会变成冰块 那还是蓝色的呢 哎 这里头可又有学问了 我们知道 飞机机舱 那是一个完全密封的空间 你稍微有一点异味 那都散不出去 所以呢 乘客在飞机卫生间里面 释放完排泄物 他就不能像火车上那样 你放点水 充充了事 对他们的处理过程 那很复杂 那简单说 就是得用这真空技术 把这些排泄物呢 压缩到一个 注存器里 那为了防止这个臭味的散发 另外呢 还得再往里面添加一些化学药品 总之 经过这样的处理之后呢 飞机卫生间里面的排泄物 就变成了一片片蓝色的冰块 看到这儿呢 您可能又要问了 说难不成飞机上的排泄物 经过处理之后 就直接从这天上给扔了下来 这民航工作人员也太没公德心了吧 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 排泄物变成的蓝冰啊 那都是飞机降落之后 在由地勤人员来处理的 那它怎么又会 从这天上掉下来呢 那只有飞机出了毛病 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我们飞机里面的卫生间 里面出来的这个污水 这污水是怎么出来呢 这污水是通过 这个我们每次飞行回来 它要把这污水抽走 那么这会儿呢 它有一个 有一个进出的管子的这个活门 口盖 这个活门口盖 如果盖的不沿 它就会从这里面渗出来这个水 这个水是什么颜色呢 是蓝色的 所以说它叫蓝冰 它就沿着这个 出了一点 就沿着这个冰面 就出了一点 就是冻上来 连着冻越冻越大 越冻越大 它就形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一个冰的坨子也好 叫做冰的流子也好 听明白了吗 只有飞机污水口的这个盖子 发生了渗漏 又没被及时发现 那才可能出现蓝冰 从飞机上掉下来 落到地面的情况 顺意马坡乡 天降蓝冰 那其实就是这样的一起意外事件 所以呢 张教授他们他就想了 说波东村的这两块冰 它会不会也是从这飞机上掉下来的蓝冰呢 可在一调查 那好像又不是怎么回事 第一 蓝冰 它是蓝色 而这个波东村的两块冰咱们大家都见过 它是白色 第二 即便是经过处理的蓝冰 多少肯定还是会有点臭味 而波东村的这个冰块却没有 实际上我们以前是看到过从飞机上掉下来的这个冰的样子的 基本上比如说有绿色的 或者是比如发蓝啊 还有味啊什么 这些都是有的 那么这次呢 呃应该说本身没有什么特殊的颜色 另外它还有人尝过它 我也舔了 我舔点头的还是咸的还是苦的 嗯 结果啥都没有 不是那个 不是有毒东西 要是有毒东西 就是有感觉的 没感觉的 第三 经过反复询问 两位专家呢还确定 杨秀琴和贵国校他们听到的动静 跟飞机飞过的动静 那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不是说像是就跟汽车那个喇叭似的 按着不撒手 嘟的老这么响 不是那种声音 就是就跟有旋律似的 呜呜呜呜 就这个声音 第一个目的者还看到就是它有点像打旋似的 他觉得 真的打旋到反而不太可能是远处的东西 我觉得如果真的才能看见它 比如说旋转的落下来 总之 波东村冰块是飞机上掉下来的蓝冰的可能啊 到这时呢 也基本可以被排除 那它到底是什么呢 哎 实在是对您不住 今天的洪雨说的呀 又是一桩科学悬案 至今呢 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 不过呢 波东村的那些冰块样本 现在呢 已经被北京天文馆保存在了零下100度的环境 那朱馆长说了 所有对这事有兴趣的科研机构和个人 都可以到他们那儿免费领取样本 一起努力来搞清他们的真实身份 哎 您要是也有这方面的能力和兴趣 不妨呢 也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